那第二个八字合不合 讲到这个就会让我想到以前 我有一个学生 他学完了以后 他就赖我 老师老师 我最近又碰到一个怪的 我就说你又碰到什么怪的 结果这一件事情 就是他学完了 因为他很喜欢去逛 网路的这一种命理论坛 他就说 老师你看这一个人 他都乱批通 可是为什么这个当事人还要相信他 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看人家批命 他看不爽 他看不爽人家批命 这个人明明又乱批一通 可是当事人却很相信他 我就跟他讲 这个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就跟他讲 很简单 因为这个当事人的八字 跟这个批命人的八字 他们两个刚好相合 也就说他们刚好是属于 臭味相投的情况 所以他相信他 你批的很准 他不相信你 因为说不定你的八字 你身上的五行器 是对方所讨厌的 所以各位 我们时常在逛命理论坛 或者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本身会批八字 然后你们会看到其他人批八字 你看到其他人批八字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怎样 你们会觉得 他妈根本乱批 你们会有这种看法 根本乱批 那这种乱批的情况 为什么 这个人还会相信他 你们会有这种情况 我批那么准 为什么不相信我 富兰克人你好 给副班长 给他拍拍手 各位 你们要了解 在八字里面 有合跟不合的这一种情况 你们不要认为说 我很厉害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要听我的才对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其实 这一种想法 他是非常错误的 你要了解一件事 因为八字来讲 你八字 会有所谓的合跟不合的现象 这一种情况 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非常非常多见 你不要以为你技术很高超 人家就一定会相信 不见得 不见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去看在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情况 你会看到 这一个人他是个名师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很有名的医生就表示说 他的医术应该算是高明 但是各位 他就会产生一个现况 他就对某些病人 他们对某些病人 他真的怎么医都医不好 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病以前我就随便医就会好 可是 怎么这一个人我就是医不好 可是这一个人 他可能跑到另外一个医生那一边 这个医生可能是一个佣医 可是这个医生 可能随便帮他用一用 他的病就好 常有这种事 那怎么会产生这一种情况呢 各位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会产生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八字合不合的这一种的特质 合不合的一种特质 所以各位 你们就要了解 因为八字有合跟不合的这一种特质 所以你们不要有一个迷思 就是我很厉害 所以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我是万人迷 你们会有这样 我是万人迷 你想太多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为主的五行器 你这个五行器需要的人 他就会觉得你非常迷人 但是讨厌你这一种五行器的人 他就会觉得你特别混蛋 所以以我来讲 我跟你们讲过 我的客人里面七成是要精髓的 但是目火土 他占三成而已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你八字要精髓的 需要精髓的 其实你看到我 你可能会觉得很有亲切感 但是你八字 需要目火土的 你看到我 你可能有的时候 恨都恨死我 所以你们都会有这一种的经验 你知道吗 是不是这一个人跟你讲话 你就觉得 这个人好像也没有对我怎么样 可是我就觉得 他就怪怪的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人 他的行为就跟平常人没两样 可是他给你的感觉 你就觉得怪怪的 你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有些人 你跟他第一次见面 哇 一见如故 一见如故 好像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 可是其实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而已 这一种情况 公用日历你好 这种情况就是什么 五行八字合不合的现象 了不了解 就是你跟对方八字 有没有五行相合的这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这种情况 其实在你们的各个阶段都会 国小 好 国中 高中 大学 你们各个阶段都有各的 所谓的食堂 好朋友 闺蜜 但是各位 每一段时间 每一段时间 你的好朋友都不一样 那怎么会这样 每一段时间你的好朋友都会不一样 那怎么会这样 各位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嘛 你的大运会改变嘛 你的流年会改变嘛 我们都知道 大运流年一改变 我们身上的五行排列就会变化 这时候很有可能 原本对方喜欢你的 因为你短暂的大运流年一改变的时候 可能一年两年变成是 他不喜欢你身上的气 很多了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敌人 今日的朋友可能是明日的敌人 你还不了解 今日的朋友可能是明日的敌人 那个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身上的一个五行气 他在转变 在转变的一个情况 所以 这个跟你本来很好的 结果又忍下去了 时常有的事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身上的五行 其实会随著流年大运 他其实会改变的 会改变的 所以会有这一种的现象发生 我们把这一个概念再把它延伸 各位 演艺圈里面 你认为那一种偶像团体 偶像团体来讲 他能够比较吸引粉丝 还是个人 偶像团体跟个人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能够吸引 比较大的群体 偶像跟个人 个人的艺人 团体 个人跟团体 哪一个可以吸引 本师比较多 以前有一个团体 叫S.H.E.S.E.S.E.S.L.I.N.A. 还是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红透半天偏 然后到最后 各位 到最后 他们各自单飞了以后 声望就不怎么样 以前 因为我很少看电视 团体那个我都不认识 我比较 那时候的我还比较 知道的是韩国的天团 少女时代 每个都肉长腿的那一种 为什么 他们团体比较容易操作 而且比较不容易失败 你看很多那种 个人的艺人 他出来可能就一阵子就消失了 不红就消失了 但是团体就很容易 一直持续不断的这样子 其实最主要 团体里面的各个成员 他每个八字都不一样 各个八字不一样的情况下 他能够吸引 他能够吸引的粉丝会更多元化 会更多元化 小虎队 现在都已经是老虎队了 对不对 小虎队那时候多红啊 可是到最后 三个拆开了以后 到最后也就只有一个比较红而已 其他的两个基本上都没生没息去了 那来讲 所以在团队他是比较容易吸引更多方的这一种的本师 但有些人 假如是在团队里面 他有些人就会有大头症 你看我在团队表现的这么好 哎呀 你们在座的各位 对不对 我不是说是垃圾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全部都是垃圾 所以他就要 怎样 他就要跳出去了 眼睛长在头壳上了 他就要出去了 结果出去了以后 才知道 完蛋了 一个人到最后才知道 原来你说在座的是废物 出去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废物是自己 很多人都这样 乃八姐 很多人都这样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团体他是比较容易创造 或许 当然有一些是那种天后级 天王级的 当然个人魅力很强 但是假如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 其实打团体战会优于这种个人 个人的情况 那来讲 但是你假如个人的魅力很强的话 假如今天 刘德华 刘德华 他跟张学友两个一起说 我们要来合办一场演唱会 我跟你说 这两个加起来 1加1 绝对大于 他绝对大于2 他们两个加起来绝对大于2 因为他们两个人 第一个 他们个人的 怎样 他们个人已经具备很强的魅力了 然后两个再加起来 他又可以更吸引 你知道吗 又更吸引更多的人 所以 但是各位像这一种的 通常他只能够短期操作而已 他只能短期操作 他不能够长期操作 长期操作大家就怎样 觉得没有新鲜感 所以各位 这一种 就是一种八字合不合 他的一种操作 所以你想要 要组织 一个 团体 在座各位 你们现在要组织一个艺人队 你们要怎么组织 最保险的组织 要怎么组织 现在你们是经纪人 要来组织一个艺人 艺人团队 你们要怎么组织这个艺人团队 你们要怎么 要找帅的 要找年轻的 要找有凶的 找蔡英当队长 各位 你假如不懂八字 你假如不懂八字 你要怎么去找一个组织团队 会比较容易好一点 你就要找 出生 出生在 一个 出生在春天 一个出生在夏天 这样子 世纪 来 全部都包含 这样子 世纪全部包含 我也想要 这时候 你就可以取名 你的组织队 叫春夏秋冬 康康乐团 哈哈哈 才介名一下 春夏秋冬 康康乐团 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就是 你要组一个团队的时候 毕竟 你要了解 然后天后天 天王级的 少之又少 对不对 有几个像麦克尔杰森这样的 吓死人了 没几个嘛 所以 这个就是什么 为什么团队 为什么团队 他比较会能够 我不一定说他可以很多粉丝 但是他可以维持一个比较久的一种特点 因为他可以吸引到比较不一样的人 有没有解 他可以吸引到各个不同属性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其实你们比较容易会吸引到的 你们本身也会有一个五行 那你们的五行是在哪里 你们五行最重的会在哪里 其实你最重的会在月令 你最重的会在月令 所以你假如去看你的月令来讲的话 你们很容易会有这一种的感觉 假如你是银卯尘 银卯尘是五位 这一些都是木火 所以你会比较吸引到木火的人 你假如是生有趣 这是冬天 金水的 我是丑 所以为什么我大多数都会在这里 所以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要春夏秋冬 因为刚刚好全部都有 所以你们就会知道说 这一块就是你比较容易会吸引到的人 但是你会给他的用神不见得 你会给他的用神不见得 看来不会像 不会啊 我可以跟你讲 这只是吸引而已 他是吸引 为什么他叫做吸引 这个是说你天生 你是木火比较旺 你天生金水比较旺 但是最合的是什么 最合的就是刚刚好颠倒过来 你木火旺的 配一个金水旺的 你金水旺的 配一个木火旺的 这个最好 哈哈哈 但是这是调后法 用调后法的角度去讲 调后法的角度 所以在调后法的角度 他会说 你们脚不懂八字 你们脚不懂八字 来讲相差六个月 就是半年是最好 因为六个月是什么 直从 六个月 一二三四五六 刚好属性全部颠倒 水配火 对不对 那这一个呢 这个 这个也是水 他也是配到火土 木配金 全部 这一个就是所谓的 比较配 但是 我们刚刚讲的是 我的本性 我的本性 是会比较吸引 需要这一个 这是不太一样的 这两个不太一样 各位 一个是比较相配 一个是吸引 因为你八字金水比较旺嘛 所以 就会比较吸引 这一些要金要水的人 要来 什么有没有要土的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一个是你的本质 本质属性 这个的 这是在传统学 就是吸引 会比较相 就是比较能够互助 应该说比较互助 比较互助 假如这不是土吗 这不是土吗 这不是土 这不是土吗 你还在 还在 还在那边乱问 这不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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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比你好 所以 本质的属性 就是 这个你出生在什么月 那个就是你天生五行 会比较强的 那互助 就是说 可以拉你一把 会比较配合 所以 你假如跟你的老婆 她是同月的 就是同五行的 那很容易会产生一个现象 要好一起好 要差一起差 因为没有互助 没有互补的一个特质 那你假如是跟你老婆 刚好是对调的 那一个人在衰运 另外一个就会好运 他们会比较有拉拔的一个情况 会比较有拉拔的一个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到 你刚好跟你是 不知道 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 各位 这两个不太一样 所以这两个 但是 这只是传统学上面 他的一个概论 你到最后还是要回归 到最后你就是要回归 还是五行生克 还是五行生克 因为我说过了 这些都是从什么 本命下手而已 这些都是从本 但是 但是你的八字是活动的 还有大运流年 所以这个只能够做一个参考而已 到最后 其实 我们还是要看 还是要看 男生要看什么 看财的状况 女生 看官的状况 到最后还是要回归看到这个 你那边再怎么符合 只是加分而已 假如这边不对 那各位 一切就是什么 一切都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讲的再怎么样 你们都要了解 到最后还是一样 到最后还是一样 要回归这边 你财很好 就刚好你来补我的财 你给我钱不是刚刚好吗 我破财 你给我钱不是刚刚好吗 对不对 所以从今天开始 这个月开始 每个月5万人民币给老师 因为你财很好 老师财很破 所以你给我财 这样子 对不对 你看老师是负的 吴伟雄 是正的 那他给我 这样子他就会变0 我也会变0 这样子不是和乐而不为吗 真是的 这个就是互补 了不了解 老师破财 他挣财 这太好了吗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对不对 每个月自动扣还5万人民币 到老师的账户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刚刚讲了那么多 那些都只是辅佐的而已 他只是一个辅佐的一个状况 其实最重要的 你们假如要看 还是回归到这一边 因为为什么 就算再怎么和男生破财 看到老婆就想要跟他吵架 再怎么和女生破官 看到老公就想要贬他 骗不了人的 了不了解 骗不了人的 所以 各位 到最后 五行拍的重点 还是又回来到这里 所以 为什么 那一些东西 听听就好了 看看就好了 了不了解 听听就好 看看就好 不用呢 想说一定就会那样 哎哟 碰到了 还是吵翻天 碰到了 还是照样分 常有的事 所以 最重要的还是什么 最重要还是什么 就是 去了解一下对方的一个运程 怎么走 哎呀 这时候破财 你的另外一半 男生 你只要是女生 你的老公破财 离他远一点 免得妈的跟他吵架 对不对 你是老公 看到你的老婆破官 离他远一点 免得 对不对 跟他吵架 就这样子 日主受克 就低调一点 了不了解 日主受克就低调一点 所以 到头来还是回归到这里 了不了解 到头来还是回归到这一边 所以 五行派 他的重点 就算传统学 我讲的再多 他都不会是我的重点 了不了解 讲的再多 他都不会是我的重点 他顶多就是 加减 加一些分数而已 他就加减 加一些分数 那重点是在于 五行流通的一个状况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很多人 哎呀 你的生肖跟我很合 对不对 我属马 你属羊 无畏合 合 可是 还是一样 先来看八字 生肖合 又不见得怎么样 了不了解 生肖合又不见得怎么样 所以 各位 这一些东西 你们自己听听就好 你们自己听听就好 一切 还是一样 回归到五行生肯 去看最重要的 这几个 当你了解了 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在错误的时间 做出错误的事 了不了解 就像刚刚老师 就做出正确的决定 吴伟雄的财运很好 这时候 吴伟雄就要把他的财运 给老师 这个就是 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不对 了不了解 这样才会达到 互服的效用 这就是在正确的时间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哈哈哈 那你就要讲的 让人家听得懂 了不了解 要怎么把你的学问 让人家能够觉得很简单 就很像我的学生说 老师 你讲过我都听得懂 听得懂归听得懂 了不了解 听得懂归听得懂 当你真正做的时候 那就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了